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的航天员 在空间站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验 在不同的技术方面都取得重要的进展 让人深感鼓舞 在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今年取得圆满成功后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 继续出征太空的重要使命 经过几代航天员的不断奋斗 国家终于实现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 不仅掌握一系列的关键核心技术 更创造重大的飞行任务的辉煌成绩 这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长 全面并有系统地回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三十年来的自信自强 奋斗圆梦的历程 由明天到明年二月中 展览会在香港科学馆 和香港历史博物馆同步展出 我希望这次展览可以启发香港市民 尤其是青少年对航天科技的兴趣 把好创科技实的根基 努力追寻航天梦 蜡烤天梦 颜色和写定 的历史博物馆 蜡烤天梦